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英国保守党宣布将通过每年签证配额来减少移民 这是对抗奈捷尔法拉奇的改革英国党的挑战 与此同时工党承诺建立一家名为JB Energy的公营清洁能源公司 旨在保护英国免受能源价格波动影响 并减少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 从而关闭普京的能源大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办公室的新潮流 中国的年轻上班族开始在办公桌上种植香蕉 这种方式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 相关帖子获得了超过两万两千个赞 等待香蕉成熟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有趣的工作减压方式 并且与同事分享香蕉有助于促进工作关系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中国的强烈批评 他指责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破坏 即将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这使得一些欧洲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 欧盟预计将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进口关税 这可能会引发贸易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报道 英国保守党领袖的李希·苏纳克承诺 通过设立年度签证上线来减少移民 而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则誓言 通过成立GP能源公司来 关闭普京的大门 减少英国对外国化石燃料的依赖 这些宣言是在一项YouGov民调显示 斯塔莫有望赢得比1997年托尼 布莱尔更大的胜利之后发布的 与此同时 奈吉尔·法拉奇宣布将作为改革党候选人 参选克拉克顿选区 这对保守党构成了重大打击 苏纳克的签证上线政策 回应了保守党内强硬派的长期呼声 而斯塔莫则指责保守党 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失败 称DB能源公司将帮助英国抵御 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引发的燃料价格飙升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的办公室职员 发明了一种新颖的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法 在办公桌上种植香蕉 这一趋势 在小红书上迅速走红 相关帖子获得了超过两万两千的点赞 职员们将绿色的香蕉放在水瓶中培养 一周后就可以食用 这种等待香蕉成熟的过程 被认为是一个有趣的减压方式 有人在线上分享说 从翠绿到金黄 每一刻都充满了无尽的希望和惊喜 一些人还会在香蕉皮上 写上同事的名字 以此来预定并分享给同事们 心理学家于光瑞解释说 定制工作站可以让年轻人感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从而在工作中感到更快乐 南华早报报道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对中国的批评 加剧了中欧关系的紧张 泽连斯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指责中国与俄罗斯合作 破坏乌克兰支持的和平峰会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也警告北约盟友 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重组军事力量 并提供战场硬件 这些言论 促使欧洲各国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特别是在欧洲委员会即将宣布 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征收进口关税之际 这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否认中国的试图阻止其他国家 参加瑞士主导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但西方政府指责中国最近几个月 加大了对俄罗斯军用和民用物资的销售 分析人士认为泽连斯基的言论显示 乌克兰对中国的耐心已经耗尽 美日电讯报报道 埃尔默·伯伊德去世 享年96岁 他是达拉斯警探之一 曾在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后 将里、哈维、奥斯瓦尔德拘留 伯伊德原本被分配到肯尼迪的车队 但在最后一刻被调到贸易市场进行检查 伯伊德回忆说 当时他们得知肯尼迪遭遇意外 随即赶往现场 并跟随车队将受伤的总统送往医院 随后 他们被派往德克萨斯州学校书库大楼 在那里发现了弹壳 并得知同事J.D.蒂皮特被奥斯瓦尔德杀害 奥斯瓦尔德当天被捕 伯伊德和同事在照片中被拍到 押送他进入警察局 伯伊德在审讯奥斯瓦尔德后 回家休息 目睹了奥斯瓦尔德被捷克·卢比枪杀的全过程 伯伊德坚信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的 退休后他将与肯尼迪暗杀案相关的物品 捐赠给迪利广场六层博物馆 悉尼陈风报报道 八名工作人员在七小时内 将马蒂尔达足球场转换为 洲际橄榄球比赛场地 马蒂尔达队在周一晚2比0战胜中国队后 工作人员立即开始清理场地 用70米长的工业软管清洗线条 并竖起橄榄球门柱 直到次日早上6点前完成任务 175名清洁工 清理了8万个座位 10名员工移动了LED标志 场地经理乔尔·图谷德 介绍了整个过程 包括拆除足球门柱 清洗线条 树立橄榄球门柱 和重新标记场地 为了应对预报的降雨 工作人员提前对场地进行通气处理 并使用热灯促进草坪生长 比赛当天早上 草坪被修减至24毫米 以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图谷德还提到 草坪的维护和调整 是为了提供最佳的比赛条件 南华早报报道 菲律宾军方否认中国指控 其在南中国海对峙中 指向中国海警船 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 罗密欧·布劳纳表示 菲律宾军队在5月19日的 补给任务中 没有指向中国船只 只是为自卫做准备 布劳纳称 中国海警船的行为挑衅 菲律宾有权自卫 并将继续主张 其在该地区的主权 中国船只接近菲律宾军舰 BRPC era moderate 并夺取了一些空头补给品 菲律宾认为 这些行为非法 和不可接受 布劳纳强调 菲律宾军舰有权携带武器 但否认故意指向中国船只 中国声称 几乎整个南中国海 包括第二托马斯浅滩 该地区经常发生争议 Yahoo US报道 根据周一发布的 First Eye调查显示 德国大多数民众 反对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调查发现 61%的德国人 反对以色列 在这个封闭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 与去年11月相比 当时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 62%的德国人 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而最近的调查显示 这一比例降至33% 表明在冲突持续近8个月后 公众意见发生了显著变化 加沙战争 由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 及其他武装分子 在以色列发动的 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引发 导致超过1200人死亡 200多人被劫持至加沙 以色列随后进行了大规模空袭 和地面进攻 据加沙的哈马斯卫生部门统计 目前已有超过36400人死亡 调查于5月30日至31日 通过电话进行 涉及1003人 误差范围最大为正负3% 日本时报报道 世界在周二 纪念中国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 35周年 当年中国军队开火镇压 学生领导的民主抗议活动 随着中美关系日益紧张 人们愈发担心 这一致命事件的记忆 正在被北京抹去 并被中美竞争所掩盖 虽然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纪念活动 被有效禁止 但在台湾和其他地方 仍有活动进行 台湾总统赖清德 在周二的声明中承诺 将努力保存这一事件的记忆 悉尼陈锋报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 理查德·马尔斯表示 澳大利亚国防军 将重点从友好国家的招募外国公民 以解决国防招募和保留危机 政府周二宣布 从下个月起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新西兰人 将可以申请加入军队 计划明年初扩展到其他外国公民 最初的媒体发布建议 只有来自五眼联盟情报 共享网络国家的永久居民 才有资格服役 然而 国防人士部长马特·基奥表示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 任何其他国家的 永久居民都可以申请加入 反对党国防发言人 安德鲁·哈斯蒂 批评政府未能透露完整计划 马尔斯表示 该计划预计每年将增加350名国防军人员 如果政策成功 这一数字还可能扩大 马尔斯指出 当前国防军人员比目标少约4400人 这影响了到2040年增加30%军人数量的计划 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科林斯表示 他不担心该提议会削弱新西兰的国防力量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表示 他乐于看到其公民在澳大利亚国旗下服役 Yahoo US 报道 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 他最近在乌克兰政策上的转变 不会导致局势升级 舒尔茨在接受巴伐利亚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 允许基辅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领土 主要是为了防御像哈尔科夫这样的主要城市 他强调 这一决定是与德国的 朋友和盟友仔细 讨论后做出的 德国公民可以信赖他的谨慎和决策的合理性 德国政府发言人斯特芬·赫贝斯特赖特 上周五宣布了这一决定 而美国政府前一天也已经授权乌克兰 有限度地使用美制武器 打击俄罗斯目标 两国都以俄罗斯最近对乌克兰东北部 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为理由 支持这一决定 南华早报报道 《大纪元时报》的一名高管比尔 观音涉嫌参与一项跨国洗钱计划 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指控洗钱至少6700万美元的赃款 官被控一项洗钱罪和两项银行欺诈罪 面临最高20年的洗钱罪刑期 和每项银行欺诈罪30年的刑期 起诉书指控官和他的同伙 通过使用加密货币购买犯罪所得 并将这些资产转移到《大纪元时报》控制的账户中 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表示 官和其他人通过洗钱数千万美元的 欺诈性失业保险金和其他犯罪收益 来为自己和公司牟利 并在银行提出质疑时多次撒谎 声称这些资金来自合法捐款 《大纪元时报》表示 已暂停官的职务直到问题解决 并将全力配合调查 悉尼《陈锋报》报道 33岁的哈雷·杰弗里斯被指控在败福德家中 杀害其母亲并在周二出庭 杰弗里斯涉嫌在一名幼童面前 用钝器殴打61岁的母亲致死 受害者在邻居家门前倒地身亡 杰弗里斯随后驾车逃离现场 并在警方追捕下被捕 西澳州长罗杰·库克 将此事件描述为 一起可怕的家庭暴力案件 并对受害家庭表示同情 邻居斯科特·赫福南告诉媒体 他在案发时听到了女人的尖叫声 随后看到大量警察到达现场 警方尚未透露 受害者的具体死因 或是否使用了武器 澳大利亚每年有许多女性 死于熟人之手 家庭暴力问题亟待解决 雅虎美国报道 德国南部最近遭遇了 罕见的降雨天气 德国气象局DWD的初步数据显示 这种降雨量通常每50到100年 才会出现一次 德国南部的两个州 经历了连续几天的暴雨和严重洪水 导致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紧急服务人员 自周五晚上以来 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救援工作 目前已有至少4人死亡 还有一名消防员失踪 DWD气象学家托马斯·多伊奇兰德表示 这次降雨事件可以被描述为 百年一遇 虽然罕见 但并非完全不寻常 多伊奇兰德还提到 南部约有20到30个测量站 显示水位极高 有些极端数据 与一天的降水量有关 而另一些 则与连续三天的降水量有关 巴伐利亚和巴登 福腾堡的救援人员 正在与洪水及其后果进行斗争 保护历史悠久的 雷根斯堡的 WERS COCO等地 悉尼晨报报道 格雷格·林恩在接受警方审问时 坚称自己无辜 尽管他详细描述了 如何处理拉塞尔 希尔和卡罗尔 克莱的遗体 以及掩盖他们死亡的过程 林恩被指控犯 有两项谋杀罪 他向警方表示 自己在事故发生后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试图掩盖事实 并保护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林恩称 他在2020年3月20日的 湾南盖特 Valley露营地 发现希尔和克莱死亡后 立即采取行动掩盖事件 他烧毁了他们的露营地 将遗体装入拖车 并在夜间驱车前往 Union Spur Track 试图隐藏尸体 林恩解释说 他之所以选择隐瞒真相 是因为害怕失去事业和社交圈 尽管如此 检方认为林恩有谋杀的意图 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庭审仍在继续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前捷星航空飞行员 格雷格·林恩在法庭上详细描述了 他掩盖两名退休人员死亡的尝试 林恩在2021年11月的警察审问中解释说 掩盖卡罗尔、克莱和拉塞尔、希尔的死亡 是他认为能够恢复正常生活的唯一希望 林恩将两人的一体搬入拖车 并考虑如何消除 他在湾南盖特Valley露营地的痕迹 然而 他的计划很快因道路封闭 和路边摄像头的捕捉而失败 林恩声称 这两人的死亡是意外 但他为了自保决定掩盖事实 他详细描述了如何将尸体藏在树枝下 并在疫情封锁期间返回现场焚烧遗体 林恩在审讯中承认自己做出了糟糕的决定 但坚称自己无辜 审讯结束时 林恩被告知将面临两项谋杀指控 他再次强调自己无辜 庭审仍在继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